我们下一个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这一切众生指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佛陀看待众生 其实分的类别很细 你看从生命的形式上 佛陀讲出 所有一切众生 包括了软生胎生 狮生化生 这从生命的形态 可以看出软生 鸟禽类的 胎生 哺乳动物类的 狮生像昆虫 像化生 化生了天 神 鬼灵 地狱 或中阴 神的世界 他们是属于意识体的 没有一个物质的 天还是代表了色界天 欲界天都还有形式 还有形态 所以 这个我们来看 这是生命的形式 佛陀从形体的有无 分成有色 无色 那有色 有物质 形体的 这样的众生 我们称为像 欲界众生 色界众生 就欲界呢 包括像我们人 就是属于欲界的众生 我们有形体 那甚至呢 这个三恶道 畜生 恶鬼 还有地狱 都还是有形体 因为他们 我们会执着有一个像 所以等一下会破 那个身像的部分 就是我们还会执着 有一个身像 我们会有饥饿感 我会有欲望 所以这些呢 在欲界的众生呢 它是有两种欲望 淫欲跟食欲 所以呢 它就会落入一个形体 那色界 色界的众生呢 我们应该讲说 欲界的众生 不只是人 还有到包括 上至到那个所谓的 六欲天 都包括在内 下至 这个三恶道 都是属于有色的 有物质形体的众生 那色界呢 色界它是已经远离了欲界 它已经 它已经可以说 在少了所谓的食欲 也没有淫欲了 那它是有色质的 一个状态 所以它是属于 这个化身类的众生 那刚才说化身 天 天就到了色界 无色界 它其实就是 没有形体 但有心事 它有心事 所以呢 它没有 我们讲 色受想形式的 五蕴里头 在无色界的 这个 这个地方的众生呢 它是属于 只有受想形式 没有色法 没有物质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 它都用心事在交谈 它用意念意识在交谈的 所以不像我们 还用嘴巴讲 用语言来讲 好 那从形式有无方面呢 佛陀又分成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与非无想 比较难理解的 就非永想 非无想 这个非永想 与非无想 这个是在指 非想 非非想触天 这个天界呢 这里的 是没有初想 但有细想的 这样的众生 它的特质 那各位 我没有办法 再跟大家讲很细 有机会 你们可以去看 星云大师 在佛教宇宙观的 第一篇 就讲到三界二十八天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 那小节就是 众生因为形态不同 你可以看到 佛陀在观众生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细腻的 那当然众生的形态不同 解脱烦恼也不同 那度化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菩萨广学一切法 但没有一法 以众生可执着 这是再次的提醒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